怎麼也想不透 會無故刷下巨額小費 美國奧克拉和馬州一對夫妻 傑西和迪迪 1月7號當天 曾到星巴克買咖啡 幾天後又去購物中心 買鞋給女兒 用同一張信用卡 卻刷不過 追查才發現 原來之前買咖啡 刷的金額太大比 兩杯原本約300元台幣的咖啡 竟支付了13萬台幣 傑西說他們很確定 當時明明是選擇不給小費 因此聯繫了星巴克 業者也同意 用支票退還小費金額 卻因為支票上有錯字 夫妻倆要把支票存入銀行 賬戶也是一波三折 更影響到迪迪的泰國娘家 日遊計畫 根據美國媒體報導 星巴克一名發言人證實 小費數字都是由客戶自行輸入 他們已經在1月31號寄出新的支票給客戶 傑西夫妻也提醒大家 消費後一定要好好檢查金額有沒有正確 華視新聞 徐一傑侯正倫報導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